大家好,我是KunKun 其實早前我一直在看我的照片 然後我發現原來我舅父和太太婆的樣子 是很有外國人的感覺 我舅父是有一些非常濃的眉毛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 我舅父會不會有印度的血統 之後我的太太婆生得很外國人 有些葡萄牙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都在考慮我買不買DNA的KIT 去尋根看看我的血統是什麼 會不會有混合之類的 在想要不應該買的時候 這個Circle DNA就送了一個Premium Test Kit給我 我們待會就開箱這個Package 還有看看我的報告是怎樣的 我們開始影片 他們最標榜的是 他會有很多很複雜的 關於健康方面的資訊 例如他會告訴你 你究竟是易肥的體質 還是易瘦的體質 但最主要原因我想看 就是想看我的血統究竟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問我 是不是一個混合 但我答不到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是看不到我太太婆 也聞不到我太太婆 他們的血統是什麼 我今天開箱完這個之後 我給大家看看我的報告是怎樣的 這個Circle DNA 其實它有不同價錢的產品 可以讓大家選擇的 最便宜是189美金 大概是1500港幣 最貴的就是這個 我現在手上拿著這個 大概是4900多港幣 它是包回郵費的 所以你拿到這個之後 它會給你回郵信封 你就可以寄回你的樣本 讓那個LAP去做分析 其實它的包包真的超級無敵 然後它會有15個報告 是關於你的 diet 就是你的飲食 然後也有36個報告 是關於你的對癌症的risks 然後也會有8個 就是關於你的common health的risks 例如你容易有糖尿病 高血壓之類 然後也會有20個 是關於Nutrition 就是你吃東西方面的報告 可能你會不會對牛奶敏感 或者你對某些食物 會不會比較嚴重的敏感 之而似的 好了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裡面了 是這樣的 就是say hello to you 之後有一個手帶給你 這個手帶挺有趣 它有寫著change的字 這個手帶 它有封信 這個信就是 歡迎你來到Circle DNA community 這樣而已 好 它裡面呢 是這樣 然後有一個 Tex Kit 我們就打開 Tex Kit來看一下 它就會逐步逐步教你的 第一步 它就是要 register this kit 你就要下載這個app 好 第二步 它就是叫我們 要拿一個sample 你在30分鐘前 是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喝喝水 睡的東西 不可以吃煙 不可以吃香口膠之類 其實很簡單而已 我剛才下載了app 那app 它是有幾條問題 要問的 然後呢 你就可以 啟動了 好 只要拿了這個棉花棒 然後放在嘴裡 割十下 左邊十下 右邊十下 然後呢 再放進這個容液裡 最後 可以蓋蓋蓋 之後就挖它十下 那就OK的了 現在呢 就會送這個 到那個lab 大概呢 大概呢 就需要一個月左右 或者三個禮拜左右 就會有個report 在那個app 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跳到去 我拿到report 那一刻了 等了一個月之後 那個報告終於出來了 那我們呢 就一齊來看一下 這個DNA報告 究竟我有沒有 混血的成份 在這裡 你可以在app裡看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看一個長壯的報告 你可以下載一個PDF出來的 因為呢 如果我一齊看完這個東西 我發覺應該超多超多東西要看 那我如果這樣拍下來的話 這條片會很長 可能一個小時 所以我就選一些 我覺得有興趣看的 就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見到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看 那我們就由頭開始看起來 那我們首先由這個 善食敏感那裡開始看起來 那我看到我的話 那應該是紅色的話 就是比較敏感 綠色的就是正常 原來我對這個 酒精是敏感的 那是沒有醋 沒有醋 是這樣的 因為呢 我喝完一杯酒之後 就會看到我的臉 開始紅到一個蘋果 那所以 很多人都會說 你是不是醉了 但其實沒有的 純粹是 我喝完之後就馬上會臉紅 那之後呢 咖啡因是正常 我沒有想過那兩個是正常的 因為我平時在喝咖啡的時候 如果胸肚飲咖啡的話 是會有不舒服的一個胃 但可能就是不是敏感 純粹可能 胸肚飲咖啡 對身體不好 我不知道 之後 脂肪敏感又是正常 碳水化學物是敏感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都可以進去看看 因為呢 其實呢 我看到原來 按進去之後 他會告訴大家 那就是 什麼是碳水化學物 還有建議 看看建議 要吃一些好的碳水化學物 不要吃一些不健康的碳水化學物 例如薯條 糖果 那些 嗯 那些我都不喜歡吃的 其實我不喜歡吃這些 薯條 糖果 那些東西 也不喜歡吃曲奇 因為我 我不是那些喜好吃那些零食的人 好那我們就繼續看看 然後鹽 敏感度是偏高 乳糖是不耐壽 那珍珠奶茶呢 對我來說呢 如果不是用新鮮的牛奶去做 是用那些奶粉的話呢 我一喝就喝得出 之後就會不舒服的了 所以 都挺適合 然後呢 他說我鹽 辣 糖 和味覺都是偏敏的 偏高的 那 怪不得呢 我平時呢 可能會邀請同事呢 去 試吃一下我做的下午 他們全部都說呢 你吃得這麼清淡 原來是因為我 對這些 味覺的敏感度是偏高的 那些營養需求 也可以看一下的 因為營養需求呢 應該是 你有沒有 對維他命的缺乏 那樣 所以其實都很需要看一下的 那就可以幫助你去找一些 去補充你身體裡面沒有的一些維他命 那我就看到了 抗氧化Q10 典 尾 奧米 奧米加3 這個我不懂得讀 有石字 還有西字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讀 之後 維他命B12 也是缺少的 那所以呢 我可能就會去 加拿大這邊有Shopless 那我就會去買這些 去吃吃的 因為 我知道抗氧化Q10 這些呢 會影響到皮膚的皺紋 那我就不想 那所以呢 我就會看看有沒有些薬品可以幫助一下 養身長受壓力睡眠 看看壓力睡眠 我如果壓力導致肥半 是偏高的 OMG 我自己要放鬆 我不可以有壓力 因為如果有壓力的話 我就會中央肥半 啊 我不要啊 難怪我之前呢 在工作的時候 他的壓力是比較大的時候 那時候是肥很多的 現在就瘦了 然後抗壓能力 是戰士級 YES 我都很認同 我自己是抗壓能力很高的一個人 我之前做的一份工作 那個壓力真的爆飆 那但是呢 我都可以捱到 而且其實基本上 除了那份工作之外 其餘的工作 或者怎樣都好 都沒有什麼大壓力 那所以呢 沒錯 我是一個戰士 在抗壓能力方面 之後呢 看看還有什麼 先看 污染敏感度呢 我就對灰塵 殺蟲水 和環境污染的敏感度 是偏高的 那都 make sense 因為呢 為什麼 我不太喜歡回香港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香港 我的鼻敏感情況 實在是非常之嚴重 基本上是要抱著一個呼吸器 那些空氣清新機 那樣 才可以睡覺 或者出去的 那因為 香港的那個污染指數上 太嚴重了 那所以呢 我來到加拿大這邊之後 因為這裡的空氣 各方面都非常之好 那所以呢 鼻敏感 基本上都沒有了 好 我們先看藝術潛力那裡 那因為藝術潛力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頻道 都知道 我有放很多的 photoshop 那些影片 那我本身呢 是從事那些graphic有關的一些工作 那所以呢 我覺得 我的creativity 是會是幾高的 那應該這個裡面 是會有那些創業之類的 那我們按進去看一下 原來不是 原來這個藝術潛力 是那個 舞蹈 和音樂的能力 那我舞蹈能力是正常水平 嗯 都make sense 因為呢 我現在是有學跳舞的 不過呢 我跳舞之後跳出來呢 都不是那些 嘩 好美啊 那些支援柱 那樣的 居然 我音樂是有天賦的 我沒想過 因為呢 我中學的時候 其實是有學打鼓的 但學到一半之後 就放棄了 結他也是 結他我是懂的 但是呢 只是很basic的 彈到那些正常的chord 我拍子是ok的 但是呢 我常常對那些音符呢 幾分之幾多的那些呢 會停頓的那些呢 我到現在都不是很記得的 所以呢 沒想過 居然我有天賦 那我是不是應該開始回去 練一下琴啊 練一下吉他 那樣呢 這個真的要考慮一下 應該是成功潛能那裡 是有得看 我的創意能力 yes 我見到了 對啦 我的創意能力那裡 那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 yeah 是偏高水平啊 所以呢 我真的吃這個creativity的 這一行飯的 其他方面都是正常的 智商啊 EQ啊 AQ啊 全部都是正常水平 最重要最重要 我想看的呢 就是這個 組員 構成 那應該就是 看看我是不是混血 那我們一起click進去看看 好 那 那呢 它就是 哇 是 我沒有這個歐洲的血統 也沒有這個葡萄牙的血統 全部都0% 但我有東亞和東南亞 我們先看看東亞 東亞呢 就是 中國有77.98% 西部少數民族 南方漢族 嗯 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 居然呢 都有 佔多少% 然後呢 日本和韓國呢 居然有2% 在日本和韓國 那都挺驚訝 那 不知道在哪裡混出來的 突然有一個日本和韓國 但是呢 東南亞居然有20% 那我們看看東南亞是什麼 因為其實20% 都挺多 那都合理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我泰婆那邊應該就是遺傳了這邊的基因 那我們看看 原來有15%是越南的 然後4.99%呢 4.99%呢 就是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柬埔寨 或者是緬甸 嗯 這樣想的話 就是有可能我的泰婆那邊呢 就有可能是越南那些的人 那我現在就知道了 如果有些人問我 喂 你是不是mix啊 那我就跟他們說 呀 我有mix少少 那我就mix了我泰婆的那些 那些 越南啊 小小的血緣 我想大家都是 最想看都是這個 其實我 我做這個DNA測試 都是最想看這個 現在就解決了我的問題 那看完性格 性格 好像挺有趣的 責任心是平均 愛向性格 還是內向性格 那我就是內向型的 都算是 神經質 性格是比較冷靜 我非常非常冷靜 我呢 遲些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近來發生了一件事 那呢 遲些會出片的 不過那件事呢 我在那裡是 處理得非常冷靜 然後呢 我的同事是很擔心 你有沒有事啊 你有沒有事 但是呢 我完全是 哦 OK 我可以處理得到 到現在都很自豪 然後呢 開放性格 是比較冒實的 耶 我是非常冒實的 我是會告訴他 喂 這件事 不行就不行 這件事可以就行了 有一大堆 例如 藥物反應啊 癌症風險啊 老人癡癌啊 那些東西啊 嗯 遺傳疾病啊 那我們呢 基本上那些 都是 很多不同的病學 那樣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好像有 百多個 那樣 有段時間看 也不會大家看得很悶的 所以我就選一個來看看就算了 那我們就看這個 遺傳疾病風險 那就會看到它有什麼色盲啊 脂肪肝啊 黑尿症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然後有一大堆不同的 啊 不同的遺傳疾病 但是呢 所以現在這樣看的話 我滑來滑去 說它很多 全部都是正常的 OK 那之後呢 其餘那些呢 例如 藥物反應啊 常見都市病風險 我們也看了 那些呢 就會是 嗯 膽布唇系陰性 所有的都是 但唯一就是要小心的 就是非酒精性 脂肪肝 最主要原因是 喝少一點酒 那就不會有脂肪肝 這個報告呢 其實它裡面 實在有太多資料了 也會有建議啦 然後之後有科學細節 你的結果 那大家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試一下這個DNA Circle的這個DNA report 那我就成功幫大家爭取到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用這個CircleDNA的服務的話呢 只要用我現在影片上面的 promotion code 或者是說明欄上面的連結呢 你就可以直接獲得這個 20%off 即是霸節的優惠 因為這次做這個呢 它就有藥物反應的那些東西呢 那我之前呢 就跟了我醫生說 我會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他們都說 可以啊 幫我做個參考 因為其實它裡面有一個藥物反應的那個呢 從看完都不知道說什麼的 但是呢 我就會給這個report 我那個家庭醫生 他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他會告訴你 有什麼藥是對你有用的 有什麼藥是對你沒有那麼有用的 這份報告呢 真的蠻特別的 那我也可以了解一下多一點自己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有什麼想說呢 可以在樓下說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